2019年4月5日 我们与世界宗教相遇 第二届意大利宗教文化节在罗马举行 来自不同国家的各宗教团体代表 欢聚一堂 以展示宗教书籍和艺术作品 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进行交流 该文化节创办人 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 以及欧洲议会副主席来到活动现场致辞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也受邀参加 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 全能神教会展示了全能神话语书籍 教会制作的电影 合唱视频 综艺节目等 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询问 了解 我真的非常好 我并不想这些议会 这是一个美好的选择 而为了认识更好 我认识更好 我非常愿意 此次活动上 各宗教团体 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文艺节目 印度击鼓表演 秘鲁民间舞蹈 福音派的话剧等 全能神教会基督徒 表演了多种形式的歌舞 其中 神显现的意义 三部做工都是一位神做的 认识神达到的果孝 等诗歌的歌词 都选择末世基督 全能神发表的话语 我喜欢它很多 因为它是造成的 不理解的美容 它是一种超级的语言 音乐 电视 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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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非常好方法 的语言 《语言》 我喜欢第一次舞蹈 因为它们的犯规 显示了一些 的犯规 那是一种 的犯规 是一种很美的 是一种很美的 是一种都可以去一家 那是一种自由的 是一种很重要的 我们 全都可以 近几年 中共打压宗教信仰 达到文革以来最恶劣的地步 上百万新疆穆斯林被关进集中营 基督教 天主教家庭教会被全面取缔 大批教母人员 基督徒被抓捕 三次教堂也被大量强拆 查封 其中 全能神教会受迫害最为严重 自2011年至2018年 至少40多万基督徒被抓捕 教会建立至今 有据可查 被迫害致死的已有105人 有的甚至被强摘器官 面对中共惨无人道的迫害 基督徒在全能神话语的带领下 依然坚定信心跟随神 传福音见证神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令来宾印象深刻 我们感到感到感到 这种不屈不挠的事情 活动期间 欧洲在线杂志寒冬总编马西莫·英特·罗维吉 和主任马可莱斯·宾蒂 对中共残酷镇压全能神教会急于谴责 英特·罗维吉教授也谈到 基督徒在欧亚一些国家庇护申请遭拒的原因 另一边也有压力从中国 中国政府常常使用这个类型的黑暗 如果说太多关于人材责 我们不会做事与你 而且因为做事与你做事与全国家庇护申请 也许多国家庇护申请 对于有的人因为教义不同 而对全能神教会基督徒持有偏见 英特·罗维吉教授坦言 他本人是罗马偏主教徒 虽然与全能神教会教义不同 但是当看到同胞遭到抓捕 酷刑 羞辱 甚至杀戮时 在探讨教育问题 实在是销售不起的奢侈品 他认为不应把教义问题 与捍卫宗教迫害受害者 及宗教难民的权利混为一谈 因为捍卫这些人的权利 是每个有同情心的人 更是所有基督徒固有的道德责任 和社会责任 此次文化节上 不乏正义之士尊重事实真相 呼吁意大利政府接纳 保护基督徒难民 A mio avviso tutte le persone perseguitate andrebbero accolte tutte le persone perseguitate in ragione di motivi religiosi andrebbero sostenute accolte con un asilo con una protezione internazionale quindi mi auguro che questo invece sia un punto che il governo italiano prenderà in considerazione anche perché portare prove rispetto alle persecuzioni che si sono subite è molto complesso rispetto a quanto le commissioni territoriali chiedono quindi diciamo è importante tenere in considerazione la testimonianza delle persone che raccontano della propria persecuzione credo ormai che sia molto diffuso e molto conosciuto il fenomeno ahimè purtroppo delle persecuzioni religiose che subiscono i cinesi fra i quali quelle della chiesa di Dio Onnipotente che cinesi cristiani intendo ovviamente il governo nazionale deve comprare che la persecuzione è una cosa horribile l'Italian governo deve adressare questo fatto e deve prendere la persecuzione e così dobbiamo stop di essere sentati a China perché come hai detto questo significa tortura e anche morte non c'è l'excusa la gente non deve essere sentati a China 4月6日 在法兰克福 召开的 国际 人权 学会 年会上 德国基督教 民主 联盟主席 克兰普 卡伦鲍尔 表示 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自由权利 也对倡导 他人的自由 和人权 富有道德义务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确保 长期为我们 保留住这项权利 对于那些 因中共的政治 经济施压 而对中国人权 问题噤声 拒绝接纳 基督徒难民的 民主国家来说 这句话 是值得借鉴的 东方之光 记者爱捷 意大利 罗马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